ok 同学们就来看这个一年级数学活动本上册 我们来到这个第123和第124哦 所以这个一步步来A箱 哪个主显示2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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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的总数 所以看到这边是总共是大概7次哦 所以1 2 3 4 5 6 7哦 所以的总数 所以才画购哦 所以呢你可以啊 ok 你做的时候呢 你可以拿来一个哦 这边呢就是可以这样 两个哦 然后这个你可以倒转来一个哦 就代表你知道你割到哪里哦 所以这个 这样割 ok 这个已经割了一个 这是第二个这个 ok 这个你可以这样哦 这个是第二的 那么这个第三哦 那么第四你可以这样割 那么第五你可以这样割哦 那么第六你可以这样割 第七 你这样割哦 啊明显就是这个了哦 那么这个就是 呃不是答案哦 所以可以看我们很幸运的就可以知道是这个哦 所以因为要两个我们只选一个吧 所以你通过这样来割 你就不会那么乱哦 因为这个割的方法是反方向哦 所以你去运步了然可以检查到哦 ok 这个是一个方法哦 ok 接下去我们看这个啊 b 像哦 b 像算一算 ok 2加2加2 那么你手指可能都可以来算到哦 所以通常老师号码123哦 就拿来点了 123456 你可以这样做哦 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哦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用手指来算哦 给第二题 那么我们有10 10 再加这个10再加10 再加10再加10哦 所以你可以这样 12345 所以我们知道这边是5哦 那么补多一个0 就代表是50了哦 ok 再去我们看这个第三呢 5加5加5加5啊 所以我们知道5加5 就好像你的两个手指这样哦 5加5这边得到10哦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10 这边就是20了 所以当然就是20哦 ok 这样去12哦 ok 这个12其实你们有学过这个 连减法我们是25 10或者是4万哦 所以这个那我知道有些人可能 可能6加6哦 其实也是对 不过我们要 我们就是2510还有4万哦 那么怎样得到得到12呢 那么2是一个方法哦 那么5是不可能 那么10是也不可能哦 那么4是还可以哦 所以这边呢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选择2或者是4哦 因为这边有2有5有10 那么我们就选4哦 所以你可以这样 10加10等于8哦 8再加10 我们得到12 ok就是这样哦 那么我们去124页 ok124页呢 放大一点哦 ok更上一层楼 啊 A项啊回答问题 第一题 第一题 小丑每次分发2个气球 他要分多少次 才能把12个气球分完 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到连减法哦 而且还是连减2哦 所以老师就直接用这个 来让你更容易明白哦 所以这边呢 你首先是12哦 ok 我看来是写在上面会比较好一点哦 上面这边哦 有一点上面还有位置哦 所以12 啊 ok 你减掉2哦 所以我们就拿出来 画线哦 啊 所以12减掉2 这边0 这边1 给我们再减2 一直连减哦 所以这边 我们得到8 你用手指算ok哦 再减2 那么8减掉2 我们得到6 6再减2 我们得到的是4哦 啊 4再减2 我们得到2哦 啊 这边不够位哦 所以就是2减2得到 ok 我看还是要再写小个一点哦 ok 我看还是做在 这边会比较好一点哦 因为那边实在没有位置哦 所以刚才老是这样再做了一次哦 所以记得 这边是10 那么再写过而已哦 所以这边是6 4 ok 刚才做到这边哦 所以2 我们可以再减2哦 那么就得到0哦 ok 就是这样啊 那我们只是要看那个减的符号到个外了哦 所以123456 ok 所以答案就是 啊 我们要6哦 答案是6哦 所以答案是写分6次哦 所以分6次 这个哦 ok 再去第二题 把贝壳分成5个一组 能分成多少组 好所以这边呢 我们已经知道 5个一组哦 所以你可以看这样子圈起来哦 所以这个已经是 我圈一个大大的圈就是一组哦 啊 5个一组啊 所以这个一组再5个 这个是第二组哦 这个第三组 这个第四组 这个第五组 所以能分成多少组 ok 这边就直接很明显的是5组哦 ok 再去我们看这个可以发题哦 每人可得10个贝壳 ok 这个是 给我们插掉哦 ok 每人可得10个贝壳 能够分给三个人吗 ok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呢 我们该插掉哦 你要 因为这边5个加5 我们知道10哦 所以这个我们已经分 我圈起来大大个呢 这个就是 呃 代表一个人哦 所以一个人 二个人 啊 这边三个做不到哦 所以能够分给三个人吗 ok 答案是 不能哦 当然是不能 ok 为什么不能呢 ok 因为这个贝壳数量是少于30个哦 其实还要多5个就 啊 可以组成第三个人了 所以这边呢 我们你可以写这样哦 因为 ok 因为贝壳 贝壳数量 ok 它其实没有问你 他只是想能够不能够吧 你如果你答不能的话都可以接受了哦 那么这个老师只是在跟你解释哦 因为贝壳数量 数量 数量的意思就是说他多少个的意思哦 所以 因为贝壳数量少于 30个 所以他才 不能分给三个人哦 所以就是这样解释哦 ok 这样去我们看这个 啊 d b 箱咯 可以按照以下句子缩下去 一直缩到六只青蛙 啊 所以你看现在只是 一只青蛙一张嘴 二字眼睛四条腿 二字青蛙 二张嘴 四字眼睛 八条腿啊 所以 ok 因为不够位哦 那么我就 写三 就在这边哦 三字的意思哦 那么四字青蛙 五字青蛙 六字青蛙 写到六哦 那么这边一张嘴 二张嘴 这边通常是三张嘴哦 这边就四张嘴 五张嘴 六张嘴 这边都好哦 所以看到这边是 呃 青蛙 如果 ok 他的眼睛是 两个两个这样的哦 那么腿呢就是四个四个 你要看到这边哦 所以这这边呢 我们讲 啊 ok 可能这边你没有什么看到哦 这边是我们讲 连加法哦 那么是加二哦 因为二加二得到四哦 那么四加二我们就得到 呃 所谓的六哦 那么六加二我们得到八哦 那八加二我们得到十 然后 啊 十再加二我们得到十二哦 十二加四我们得到十六哦 十六加四我们得到二十 然后二十加四我们得到二十四 然后二十加四我们得到二十四 ok 所以一直说下去 说到六只青蛙 所以我们刚才也练到这边哦 那么三只青蛙 三张嘴 六只眼睛 十二条腿 然后到 这个哦 那么四只青蛙 四张嘴 八只眼睛 十六条腿 然后到这个也是这样哦 这个就五只青蛙 五张嘴 十只眼睛 二十条腿 然后最后一个 啊 六只青蛙 六张嘴 十二只青蛙 十二只眼睛 二十四条腿 啊就是这样哦 所以这边你可能不是很会看就是 其实这边呢就是 啊 连加法哦 加二哦 那么这个连加法这个是加四 这个算起来是加一哦 因为他就一只青蛙 肯定是一张嘴哦 二只就两张嘴哦 那么三就是三张嘴 一是类推哦 ok 所以就这样啊 那么这个是一年级 数学活动本上车 我们来到这个第123和第124页哦 ok 如果ok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subscribe哦 那可以看起来有关系的video在这边 那么在这个video下面这个链接 你可以按哦 你可以加入六老师所开发这个Tekon Robot哦 我可以看起来 到这边有点 感谢观看